10月13日,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项在美国几乎全部海岸线上开发大型风电厂的计划,这是美国政府第一个利用海上风力发电机发电的长期战略。 美国内政部长哈兰德表示,希望在2025年前将加州、俄罗冈州、纽约州、北卡、南卡、中大西洋地区七州及缅因湾和墨西哥湾沿岸的联邦水域开发权租赁给风电开发商。 虽然美国联邦政府始终致力于推动海上风力发展,但仍然无法保证公司会在联邦水域租赁场地并建造风电厂,因为一旦确定了项目涉及的近海区域,他们将接受漫长的联邦、地方和州审查。 如果潜在地点可能危害边危物种,与军事活动发生冲突,破坏考古遗址或损害旅游业等当地产业,联邦政府可能会认为他们不适合足利。 而商业捕鱼团体和沿海土地所有者也有可能会试图阻止这些项目。 10月14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疫情简报会上宣布,已经为5至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做好准备。 近日,白宫官员也通知各州州长做好接种的准备工作。 如果美国FDA在未来几周批准辉瑞5至11岁儿童的疫苗使用授权,他们将有足够数量的儿童疫苗提供给2800万孩子使用。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位官员表示,拜登政府已经购买了6500万剂辉瑞公司的儿童疫苗。 据悉,疫苗一旦获得批准,将被派送至包括儿科医生、家具医生、医院、健康诊所和药房等接种地点。 为宣传儿童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FDA顾问委员会将与10月26日开会讨论相关事宜。 此外,美国白宫13日披露,自辉瑞疫苗加强针或批准接种以来,已有约700万民众接种了加强针。 加州正在加入一场历史性的诉讼,起诉幽灵枪组装套件的制造商。 Black Hawk制造公司、MDS公司和GS Performance有限责任公司因此而被提起诉讼。 根据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说法,幽灵枪套件通常包含未完成的框架和枪管、激发等部件,可以在15分钟内组装成一件功能齐全的武器。 这样的枪支不系列化,允许未经许可的制造商和被禁止拥有枪的人绕过加州注册和背景调查等要求。 加州有一些全美最严格的枪支法,即使涉及到幽灵枪,枪支组装法也要求购买套件的消费者向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申请序列号并完成背景调查。 加州不安全手枪法还要求,在加州销售的手枪必须通过射击测试和跌落安全测试。 挪威东南部城市孔斯贝格镇10月13日发生一起弓箭袭袭事件。 造成至少5人死亡,2人受伤。 挪威警方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逮捕,是镇上的一名37岁丹麦籍男子,信仰伊斯兰教,此前有激进倾向。 警方称其是单独作案,作案动机仍有待确认。 挪威司法大臣莫妮卡梅兰指出,全挪威的警察都接到了临时加强武装的命令,并已通知了即将上任的新首相斯特勒。 斯特勒表示,这一事件是残忍且野蛮的行为。 高雄市延城区城中城大楼10月14日凌晨发生大祸,已造成46人死亡,41人受伤,是高雄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 罹难者平均年龄62岁。 高雄市消防局局长李清秀分析事故原因时表示,这次事件罹难者大部分为呛伤所致,造成这次严重伤亡有多项致命关键,包含这次火警发生在凌晨2点多。 大楼住户几乎都已熟睡,来不及应变逃生。 大楼内住户多是较弱势的长辈,也导致在火警发生时,逃生能力较差。 该栋大楼1到6楼原为商业使用,以玻璃帷幕为主要建材。 火灾发生时造成高温,以致燃烧更快,导致火势迅速篡升至高楼层。 事故发生后,大陆有关方面高度关切,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向罹难同胞表达深切哀悼,向受伤同胞和相关人员家属表达诚挚的慰问。